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与人和谐配搭 背后隐藏着哪些败坏性情 他又是怎能放下自己实行进入的 一天教会要选一名负责人 负责福音工作 没想到公布结果时 弟兄姊妹居然选了我 我有些激动 大家能选我 那就说明 我比弟兄姊妹素质好 有工作能力 同时也有些担心 怕工作做不好 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 到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做不了负责人 不行 我不能让弟兄姊妹失望 既然选上我了 我就要证明自己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能力 能把福音工作带动起来 从那之后我就努力地做工作 当时王姊妹是负责我工作的 但我几乎不和她商量工作 也不告诉她我要去做什么 总是自己一个人去做 有时候王姊妹找我商量工作 联系不上我 过后问我去哪儿了 我就找各种理由借口敷衍她 不告诉她我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一个人做事没有人配搭 工作容易出现偏差呀 是 是 那时候哪能想到这一点啊 只想来个一名惊人了 我心想 等我进本分有果效了 再告诉她 这样她就会夸我有素质 有工作能力 不需要别人帮助 就能做好工作 弟兄姊妹也会认为 选我做负责人没有错 我能担得起这个工作 当时我们小组的云翔弟兄 进本分很积极 传福音的果效也比我好 当听到王姊妹 夸她本分金的好事啊 我心里很不识滋味 我还是负责人呢 她只是普通的传福音人员 她这么积极尽本分 会不会把我比下去了 那弟兄姊妹 会不会让她做负责人啊 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我心里很不服气 一次 王姊妹安排云翔弟兄 和我一起去做一项工作 我不想和她一起去 就想一个人去做 弟兄姊妹 本来就夸她 尽本分积极 她和我一起去 那到时候有果效了 还得分她一把 弟兄姊妹 不就更加高看她了吗 这样想时 我就一个人去做了 我还想着 赶紧把工作果效提上来 只要我做工作有果效了 肯定能得到 大家的高看夸奖 之后 我就更加努力地做工作 但是 不管我怎么努力 怎么付代价 却始终没有果效 我心里 对人就有了埋怨 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 神为什么不祝福我呀 我的情形很糟糕 甚至都不想进这个本分了 那你当时有没有反省 进本分果效不好 是什么原因啊 是啊 没有 王姊妹了解了我的情况后 就和我交通 说 你进本分果效不好 是不是做工方式有问题啊 这方面啊 需要总结改进 你总要自己一个人 这样做那样做 这不行啊 你得跟大家一起配搭 是 听姊妹指出我的问题 我心里很抵触 我做工方式有问题 之前我也是这样做的 也有果效 那就说明 我的方式是对的 没问题 之后 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 在这期间 不管弟兄姊妹 怎么给我交通 好的实行路途 我就是不想听 也不愿意接受 心想 要是按照你们说的去实行 到时候进本分有果效了 你们会不会说 你不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做了 才有果效的吗 那功劳都是你们的了 谁还会夸赞我呀 当时啊 我心里很刚硬 就想一个人去做 进本分 中兵夺利 这怎么能进好本分呢 可不是吗 不知不觉啊 半个月过去了 我进本分 还是没有果效 我心里面 特别受煎熬 我每天也在做着工作 没闲着 为什么一点果效也没有啊 我不明白是那里出了问题 但我也没有反省 十几天后 一个弟兄责问我 你作为负责人 不与人配搭 总是自己单干 你这样工作能做起来吗 这不是耽误工作吗 听了弟兄的话 我心里很难受 但过后想想 弟兄说得也对 都是实情 弟兄姊妹 一次次提醒我 进本分要与人配搭 但我都是一个人单干 导致工作没有果效 这就是在耽误工作呀 是 想到这儿啊 我心里很自责 愿意扭转变化 嗯 后来 我就和戴玲敞开 说了自己的问题 戴玲给我发了一段神的话 嗯 在神家 如果人凭出世哲学活着 凭着观念 己意 凭着欲望 私心 凭着自己的恩赐 小聪明 与人相处 这样就没法活在神面前 就没法达到合一了 因为什么呢 人凭撒旦性情活着 就没法达到合一 不能达到合一 最终的后果是什么 神不做工 神不做工 人凭着自己那点小能耐 小聪明 那点特长 学的那点知识本领 在神家很难施展 很难行在神的心意上 神不做工 你就总也摸不到神的心意 神的要求 总也摸不到实行的原则 你不知道 尽本分的原则路途 也不知道 怎么做是合神心意的 怎么做是违背真理原则的 是抵挡神的 这些你都不清楚 你就会守规条 瞎套规条 你这样稀里糊涂的尽本分 肯定是失败的 绝对不会得着神的称许 肯定被神厌弃淘汰 阿们 看了神的话我认识到 尽本分不能凭着自己的私心欲望 凭着自己的本事小聪明 得和弟兄姊妹和谐配搭 有什么事 大家同心合意一起商量 这样圣灵才做工 尽本分才有神的祝福 是 对 是 想想自己 自从选上负责任后 我就觉得 这不是一般人能选上的 说明我还是有些长处的 为了凸显自己 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赞成 我尽本分就一个人单干 不跟弟兄姊妹配搭 也很少和负责我工作的姊妹 商量工作 甚至外出做工作也不告诉她 就想等着 我尽本分有果效了再说 这样她就会夸我有素质 有工作能力 是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人 因着我不寻求原则 工作没有果效 我还无理智地跟神讲理 埋怨神不祝福我 甚至想放弃本分 我真是太不可理喻了 现在我才意识到 尽本分总未满足 自己的私心欲望单干 不寻求原则 不与人配搭 那这个工作永远都做不好 而且我的所作所行 也会让神验证 如果不及时扭转 就会被神离弃 是啊 认识到这些后 我赶紧向神祷告 神啊 现在我才意识到 自己单干 不与人配搭 这是你不喜悦的 求你带领我 让我能及时扭转过来 与弟兄姊妹 能有和谐配搭 阿妹 那你这种情形 是怎么扭转的 是啊 当时我看到神的话说 和谐配搭这四个字 从字面上很好理解 但实行起来却很难 能把这四个字 实际的那一面 豁出来很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 人有败坏性情 对了 人有狂妄 邪恶 刚硬等败坏性情 就能拦阻人实行真理 当你与人配搭的时候 你就会流露出 各种败坏性情 比如 让我跟他配搭 他配吗 让我跟一个没素质的人配搭 不是让人小瞧吗 有时还会觉得 他太麻木了 他也听不懂我说话呀 我的话有思想有见底 如果跟他说了 让他学会了 还能显出我吗 我的办法最好 如果说出来别人学去了 谁能知道是我的功劳啊 这些思想观点 这些鬼话 都是人常听见的 常看见的 你如果也有这些思想观点 你还愿意与人配搭吗 你能达到与人和谐配搭吗 这就不容易了 有难度啊 和谐配搭这四个字 嘴上说容易 张口就懒 但到实行的时候 里面的拦阻就大了 一会儿这么想 一会儿那么想 有时候心情好点 说不定还能与人交通几句 要是心情不好 再有败坏性情拦阻 那就一点都实行不出来了 有些人做带领 跟谁也配搭不来 他总瞧不起别人 总挑剔别人 看见别人的缺点 就论断别人 打击别人 结果成了 骇群之马 被撤换了 他是不懂 和谐配搭 这四个字的意思吗 其实 他什么都明白 就是实行不出来 为什么实行不出来呢 就是他太保爱地位了 性情太狂妄了 就想显露自己 抓住地位就不放 生怕地位落在别人手里 自己没有实权了 怕被别人冷落 不被别人高看 说话没有力度 没有权威了 他就怕这个 他狂妄到什么程度了 失去理智了 任意妄为了 结果怎么样 不但进不好本分 还形成打岔搅扰了 被调整撤换了 你们说 这种人 就这种性情 放在哪儿 进本分合适呢 放在哪儿 恐怕都进不好本分 他与人佩搭不来 难道他自己单独 就能进好本分吗 肯定也进不好 单独进本分 他就更不受约束了 更能任意妄为了 能不能进好本分 不在乎你有什么才干 有多高素质 有什么人性 有什么本事 有什么能耐 关键在乎 你是不是接受真理的人 能不能实行出真理来 阿们 阿妹 阿们 神的话说得太清楚了 把与人不能和谐配搭的 根源事质 都揭示出来了 是 神话说 尽本分没有和谐配搭 是受狂妄性情支配的 神要求我们和谐配搭 是为了让我们 互相帮助取长不断 这对自己的败坏性情 也有一个约束 对自己对工作都有益处 是 可我就特别高傲 认为我不需要 跟任何人配搭 一个人就能把工作做好 在我的观点里认为 只有单干出果效 那才能突出我的实力 所以我就不想跟别人配搭 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 只想一花毒放 其实我尽本分没有路途了 我也不寻求如何解决 王姊妹给我总结 工作果效差的原因是 告诉我该实行的路途 我明知姊妹说的是对的 可我就是不想听 担心听她的 本分有果效了 那功劳就是别人的了 就没有人夸赞我了 当王姊妹安排 云香弟兄和我配搭尽本分时 我怕云香弟兄 抢了我的风头 到时本分果效好了 那弟兄姊妹就会高看她 肯定会觉得 我这个负责人很无能 还不如普通的弟兄姊妹 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地位 就不想跟弟兄配搭 就想单干 我这是打着尽本分的旗号 追求地位 只想显露自己 这流露的 就是狂妄性情啊 不借着神话的揭示 还真认识不到 不能与人和谐配搭的背后 还隐藏着这些败坏心情啊 是啊 这狂妄性情要是不解决 不但进不好本费 还容易打岔嚼绕神家工作呀 是 是 接着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作为带领工人 你如果总高高在上 把尽本分当做官来享受 总贪享地位之福 总有自己的打算 总顾及名利地位 享受名利地位 总搞自己的经营 总想得到更高的地位 想管辖更多的人 控制更多的人 把官做大 这就要麻烦 把尽重要本分 当做官来享受 就太危险了 你如果总这么做 不想跟任何人配搭 不想分散你的权利 给其他人 不想被别人占了风头 不想被别人夺去光环 你只想一个人独享 这就成敌基督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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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话揭示的 就是我的情形 我把尽本分 当成做官一样 有了负责人的地位后 就想享受地位 给我带来的光滑 为了享受 弟兄姊妹 对我的高看赞成 说我有素质 有工作能力 我就不想跟任何人配搭 担心 他们抢了我的风头 夺走了属于我的光环 我想 所有的工作都自己做 那样有果效 就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所有人的目光 就会集中在我身上 我为了维护 自己的名誉地位 不考虑整体工作果效 也不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真是太狂妄了 我是一个败坏的人 做工作 肯定存在很多偏差问题 也有很多 考虑不周到的地方 可我 还狂妄自大 高高在上 认为自己什么都行 跟谁都不想配搭 这样下去 很容易打岔 搅扰神家工作 要是一直不悔改 就会成为敌基督 认识到这些后 我很害怕 很想扭转 放下地位之心 好好尽本分 阿们 后来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做事 别总为自己 别总考虑自己的利益 别考虑人的利益 别顾及自己的脸面 名誉地位 先考虑神家的利益 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应体贴神的心意 先考虑自己 尽本分 有没有掺杂 有没有尽上忠心 有没有尽上责任 有没有尽上权力 是不是全身心地 为你的本分 为教会的工作着想 你得考虑这些 常考虑这些 能考虑清楚了 你就容易尽好本分了 除非你素质差 精力浅 或业务不够精通 导致工作有些失误 欠缺 没达到好的果效 但你已经尽力了 你所做的 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是为满足自己的喜好 而是处处考虑 教会的工作 考虑神家的利益 虽然没有尽好本分 但你的心摆正了 如果再能寻求真理 解决尽本分中的问题 那你的尽本分 就能达到合格了 同时 你也进入真理实际了 这就有见证了 阿们 阿们 神的话明确告诉了我们 尽本分不是个人私事 不应该为了满足个人利益 个人名誉地位尽本分 而是应该用心对待本分 没有个人存心掺杂 凡是以神家利益为重 是 可我尽本分处处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 为地位做工 导致尽本分的果效越来越差 耽误了复印工作 以后 我不能再为了自己的脸面地位做工了 得凡是考虑神家利益 是 这下我也知道该怎样尽好本分了 关键是得摆对存心 领导师先考虑神家工作 这样就不容易收脸面地位辖职 才能把本分尽好啊 是 是 后来我就有意识地放下脸面地位 跟弟兄姊妹配搭 用心琢磨怎么尽好本分 尽上自己的责任 这样实行后 我心里踏实了一些 感谢神 感谢神 一次 我和两个姊妹一起去传福音 福音对象很渴慕寻求 我想 要是我一个人来 那弟兄姊妹肯定会说我会交通 真后悔和两个姊妹一起配搭 当我这样想时 我知道不对 我这是又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 想单干了 于是 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 不愿意再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了 慢慢地 我的心安静了很多 我把心专注于如何交通见证神上 在神的带领下 当时就有七八个人 接受了神的做工 感谢神 我们存心对了 按神的话实行 与弟兄姊妹和谐配搭 就看到神的带领祝福了 是啊 当时啊 我心里很感动 我想到主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阿们 阿们 现在我明白了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长处又缺少 只有和谐配搭 与弟兄姊妹一起商量寻求 互相取长不断 工作上的误差 才会逐步减少 进本分 更容易达到果效 是 现在我和弟兄姊妹 一起进本分 我看到 他们做工作都很详细 而且都很用心地 对待每一个福音对象 这些长处都是我的缺少 我从弟兄姊妹那儿 学习了很多 我进本分找不到路途时 也向他们寻求 一起商量怎么做 工作果效比之前好一些了 我体会到 进本分真的不能离开 弟兄姊妹的佩搭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